来看到苗栗县议会临时会 县府农业处提案修正 放宽新设置畜牧场的距离限制 经过议会小组审查要求退回 并且在下个会期来重提 多名议员发表了意见 期待有因地质疑创造双赢 那么农业处是回应的将会纵回意见 兼顾青农创业还有民众的感受 苗栗县政府农业处提案修正 放宽新设置畜牧场距离限制案 一读时引发讨论 经审查确定退回重提 本案在审查的时候 我们小组的意见是希望说 把它退回给县政府 让它修正比较完备 在下个会期再提出来 农业处提案新设置畜牧场距离限制 从现行300公尺放宽到200公尺 县员陈光轩强调 不论如何修正 认为距离300公尺是底线 就我们目前的这个认知跟了解 其实我们苗栗县并不是所有的土地都被盘查清点过 然后是没有半块土地可以去做 新设置的这个畜牧场来做使用的 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个人的立场还是非常的坚定 认为说我们的这个自治条例 它的这个可能需要规范的这个部分 可以设置的更细致 但是周界的部分的话 我还是很坚持至少要在300公尺 甚至是以上这样的一个距离 先原料秀宏为畜牧业发声 多名议员也提出引底质疑创造双营 我觉得说我们要来考量一下 是不是说不要说老师一直要把他们逼到绝地 当然我也是觉得说 是不是到时候我们农业处呢 我们大家来思考看看有什么更好的方式 不一定说就是规定的要这么死 我在这边呢 我请我们农业处呢 我们到时候我们再来看看我们怎么来做 让这些猪农可以永续的生存 善进苗栗县的山坡地的土地 怎么去使用怎么去规范 我想我们主管机关要好好去思考 至于呢 至于呢要怎么去使用 它的那个公尺的部分 几公尺两百三百五百这个部分 要因建筑物的比零的部分 为预先的考量 设备也要预先的考量 这样才会创造双营 对此农业处回应修正条例 希望促成更多青农创业 细部规范将再调整原意 在法规面应该还是会有一个周界 还是会有一个周界的规定 那如果因为之前是五百 因为都到一百零九年到一百一十年 到只有才一家通过而已 就是因为有很多的这问题都没有通过 那我想我们也 因为我们要让我们地方的 这个些养殖户能够生存 让他们有个能够传承 我想这个我们一定要 这旁代要来 先生们要来协助 但是如何把它做到一个共存 我想这个还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临时会最具争议一案 退回重提 现负得思索 如何做才能够照顾农友 也不造成民众和环境负担 会发生负负负责 重提议